花莲县内民宿有2400多间 合法立案的有1600多间 记录团1月底归零后 紧接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生意已落千丈 仅有假日零星国旅有生意 对于政府各部会所提出的纾棍政策 民宿业者说 仅有交通部观光局的民宿纾困补贴有帮助 但金额有限 浩克民宿每家10万元 一般民宿每家5万元 民宿业者想要申请经济部的资金纾困 却因为无法提出营业额减少达到15%的证明 而带不到款项 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期盼政府能够尽速的来修改 现在许政委参加国际民宿协会的时候 并且针对交通部观光局发布的 民宿业者索困执行方案相当的不明确 关系政府接到业者的反应 如何申请等等问题 由于没有明定细项法则 让索困方案往往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因为中央的很多的补助证 各部会 各部会 经济部 文化部 农委会 劳动部 所有各部会的补助的政策 其实他有太多的私行戏者都还没有出来 但是都先把消息先抠出来了 那我们呢 就接 就一直接 一直接 一直接 一直问 你的私行戏者 要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也很焦急 因为当你接到越多电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越来越多焦虑的人 越来越多辛苦的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第一个把自己的心要稳定下来 如果你的旁边他很焦虑的话 拜托请他深呼吸 稳下来 如果需要身心灵上的协助辅导 花莲縣卫生局有派课 好不好 有些我们的贷款部分 有些可能要个案来做协调 有时候这个等级每一个 这个述速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整批协调其实是都有难度的 这是在我们现在在做个案协调的时候 是比较符合他的希望 所以如果需要有任何SOS 拜托大家好不好 不要客气 这时候我们都要吸收走过的 好不好 现在学生表示也希望透过这次的研续课程 大家写下自己命运的问题 一并向立委俯困期评训反应 来实际重困条件 让疏困的政策能够落实到地方 记得就会花生不倒